继续再来看到秀林湘民代表会 第21届第8次的定期大会 秀林湘民代表蔡培伙 并且针对同门隧道 木谷木鱼游客中心改善工程 以及同门连外道路 部落聚会所和发放 振兴礼金等议题来做讨论 秀林湘民代表会 26号持续召开第21届第80定期大会 秀林湘民代表蔡培伙 感谢秀林湘民贵 对同门村和吴兰村 预注相当多的经费来建设地方 而这是提出两大项地方重要建设 和一项真心礼金等建言 过了一个同门的隧道 这个部分还没有完成 可能还在执行中 第二个是木谷木鱼那个地方 这荣树的地方 要再做一个翡翠的翡翠谷的工程 几个工程希望 希望乡长能够继续地注意 继续关心 我相信乡长这四年来都非常地认真 相信深受显明的肯定 同门多功能计会所的工程 这个部分 土地我们已经从台电那边收回来了 那第三屋的拆除 我们工所也把它拆掉了 后来就停止了 就是因为水保的问题 过了两年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建设课有没有得到 县府的回复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到了现在两年了 老百姓一直看着 一直看着这个工程没有在做 他们也很害怕 这个经费又被国外会收回去 豪雨造成了那个地雷 后面那个同门桥桥头 那个地方三奔 那最近又下雨了 又再奔一次 又再奔 所以我昨天经过那边 我看到两个怪手在那边侵入 好像也碰到那个 工所的承办人也过去 这个 这个摊坊造成了 村民很大的不方便 他们都要到 国小青年书都要绕路 或者到办公处都要绕比较远的路 所以造成村民的不便 所以希望这个 工所能够继续在注意 看协调县府能够 看看用什么方式 不论是做挡土墙 或者是用什么方法 尽早把它处理好 通货膨胀的关系 我们花个 给老百姓一种 补助 或者是协助他们过这种 疫情后的生活的需要 所以希望 工所还是可以考虑 尽量在许可的范围内 我们再花一下 这个回馈礼金 那我们希望 工所如果可以的话 来得及的话 我们12月应该还有一个 零会 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相关的条例送进来 然后我们再 年初 我记得今年是 1月16号花3000块 那如果说可行的话 那明年 我们一样在过年前 也资助一下民众的需求 就问下当王贵表示 同盟隧道已经失作了 明年就可以启用了 另外 木骨木鱼三台元器 也开始着手改建 而同盟连外道路新建部分 也会寻求 宪府和中央以及地委 来做一次整体规划 来解决崩塌的问题 而消费理性的部分 近期也会年龄来 订定在生育代表后来进行审议 同时也另行规划 方法的时间 记得这种 希望能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